第三關,尾關 星期三第十場 曼城主場對八頓作客 八頓是講甲組 老實講,又是差三個級別 你說,講真句 我很少買這些,養得那麼深 但我都養球主客和曼城 為什麼呢? 因為,老實講,贏兩顆就不達標 贏三顆,你敢敢搏 贏三顆,你不如另外補著買球膽也好 我覺得這些球,坦白說 你看到上場,對那隊洛達咸,7比0 我覺得沒什麼保留 因為,事實上 曼城對著這些級別 就算你派什麼副選輪換 其實,我想吃菜那樣吃 看看是不是開到主其他 你說贏三顆,要四顆 讓三球,讓球出一和 我也是覺得他沒什麼保留 選這個賽事,其實來說 表面上就好像風險大 但我覺得還是正路 因為,本身來說 四強賽事的,亦都兩輪打 老實講,你今場大勝了之後 你下輪就算輸球 或者,玩什麼比數都沒有人理會 因為,你現在早贏早著 我覺得不會留守 不會贏一兩顆,那麼麻煩 其實,三顆都很難 因為,事實上 說真的,級數差太遠 你是怕不怕的 我就不怕 撐多一次 你上次7比0,交到數 給你看 你看,二次都一樣大勝 別人五球 這些,即是不能爭取 不是說對英冠球隊 對英冠球隊 我覺得還可以考慮 這些甲組的確實 會差得比較遠 希望這場球 真的可以贏到四顆以上 所以來講 我覺得選擇曼城 應該都不會善理 希望贏四比零以上 第三關都是選擇 即是說,強弱懸殊 曼城正三 即是讓三顆,負三 即要贏四球 三場球都介紹完了 看看各個關 綜合一下 其實來講 好老實,三場上盤 希望都可以順利 大家玩法 可以參考三川四 而來講 三川四是中了 都有一定的回報 數字也是給大家參考 希望三關都上盤 派彩中得完 也不錯 今日推介 介紹這三場球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運